农历二月十九是观世音圣诞 自古以来菩萨与华人有深厚因缘 家家观世音圣旷 成了救苦救难化身 观音菩萨泛名为 又称作观世音、光世音、观自在等 法华经、普门品 是观音信仰的根本经典 对中国人来说 观音菩萨寻生救苦 化现为33种不同的形貌 来度化众生 根据记载 公元286年、靖泰康七年 主法护翻译与观音信仰密切相关的 《正法华经》 揭开了中国观音信仰的序幕 从四世纪末 记录中国佛教史最早的一部 观音灵验集 观世音应验记 足见当时观音菩萨信仰 已经十分流行 佛教经藏中 与观世音有关的 显密经典近百步 根据经典内容 将观音图像分为 显教观音、密教观音、 中国化观音 《法华经》普门品描述观音菩萨 千处祈求千处印 古海长座度人舟 所以佛像艺术中常见到观音救苦救难的场景 中国随代出现的敦煌墨高窟303窟人字匹鼎的壁画是观音精变 不但表现观音救难 还呈现观音菩萨化为33种不同法像 说法度众的画面 中国人创造出许多印度 西域未曾见过的观音菩萨图像 例如南北朝出现的杨柳观音 一手持杨柳枝 另一手持镜瓶 前手牵眼观音 一手中有一眼 共牵手 手中持有各种不同物品 日月、剑集、镜瓶、杨柳等 唐代码头观音 献奋怒像 象征观音菩萨慈悲 帮助众生去除贪嗔痴 三毒烦恼 苦难及灾恶 南北朝时期 中国极有观音菩萨应验记的编撰 宋代以来与观音有关的文学作品 已经成为佛教文学的主角 到了明代 中国观音像完成最终本土化改造 形成中国特有形象和相对名称 较为人知的除了南海观音 水月观音 白衣观音 鱼兰观音 宋子观音等 皆是中国艺术家依据灵艳故事等题材 创作的本土观音形象 那观音是男是女呢? 据考证 北宋时已有女像观音的出现 明末 观音特别受到女性信徒的尊崇 尽管当时有文人对此不以为然 但观音菩萨为救度众生 不管化身男或女 乃至昆虫、动物 皆是慈悲心的化现 因此信众在观音圣诞感念之际 应效法其慈悲度众的精神 就是最好的保恩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